这是今天收回来的鸡蛋 清颗还是比较多的 有下大雨的 下了一天了 大家好,我是大友 昨天晚上剪的这一撮 不幸中的外星是不用缝针 刚完了口子这么长 然后打了破烧风跟拿了点黑药 现在这里好像已经结巴了 哎呦,有点痛 昨天收回来的鸡 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 差不多,卖的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最烦的一件事情就是 找不到杀鸡的 因为昨天总共收了40只鸡嘛 然后5只鸭 然后鸭子昨天一下就卖完了 鸡还有十几只吧 今天我也要跑 我妈也要跑 我收完鸡蛋回来 收鸡蛋收了一上午 收完鸡蛋回来我就在问 我妈也在问 找不到一个愿意杀的 就我那边一个嫂子用一杀 但是一个人也杀不了那么多 明天又要发货 真的是 我妈好像现在回来了 我问一下我妈找到人家没有 这两个就是刚刚停雨停了一下 然后我跟我妈抓的 抓了20多只 找到鸡吗 找不到 我看你 这个也杀30只 我都离开了 30只鸡蛋了 那边5只鸡蛋 3斤2只 3斤4斤5斤的 加起来有 反正 哎我也忘了 11 10斤5 我把表都列好了 还写 17 28 30加什么 那是上午的单子 下午还有 洪雨昕 嗯 说要写完了吗 写完了 爸爸给你打出来了 你看在他上面写 写了啊 写完了给爸爸检查好 就是那个 两个合成两句话我不会写 不会的 老师再问我 哦 贝贝你不要吵贝贝啊 好 杨杨赢 你是冰冻冻 是不是吃火锅啦 不是啊 那干嘛吃火锅 那你们哥哥去 吃火锅第一名 是我哥第一名是冰冻冻是不是 我写作业第一名 哦 再加个学习也第一名 再加个学习也第一名 小胖子 小胖子 今晚要把这个烧烧 慢慢进去 换猪脚了 那个小胖子扔脚 小胖子扔脚 小胖子扔脚 我先问哥哥吃火锅啦 我先问哥哥吃火锅 你去啊 那我先问哥哥吃火锅 那我先问哥哥吃火锅 来 去年就是收不到鸡 今年就是找不到人杀鸡 这真的是 问题一堆接一堆 本来朋友们说可以去街上找一个专门杀鸡的 但是那种 它不用到早烧 用机器弄那个毛 就没有 用手弄的那种口感 怎么说呢 朋友们之所以买农村里面的 就是因为农村里面是手工弄的 然后口感好一点嘛 真的是 未知的问题永远是存在的 解决了一样问题 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估计白天可能会有那么几个人愿意杀 我也想白天杀 但是关键是这个大家要的时间不一定 我也想抄在一块 然后一起刷了一起发了 那个快递费有打折 如果一下一单一下两单 快递费也没打折 那个钱也省不了 嗯 这个暴雨下了一天了 本来上午抓了下午刷也可以 因为上午下特大暴雨 下午下暴雨 就停了十分钟 抓了两龙鸡又下了 只是要委屈大家再等一下了 开始我抓鸡我嫂子也拍出来了 真的是顶着雨 带着斗笠 踩在泥巴地里面 一只一只的 这个雨也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 别看了 去叫那个嫂子过来今晚一起刷 这一起刷个二十只 嗯 还没打地方一只的 吃完晚饭就弄嘛 还没打地方一只 看他来不来 分工合作吧 就是跟过 嗯 今天杀鸡我两个杀鸡 两个杀鸡 今天喊得喊得 喊得 这真的美丁 一整一 拿下去发饿 发完后 收鸡蛋 吃完鸡蛋 吃午饭 吃完午饭 然后拍视频的拍视频 又要辅导熊鸡写作业 要不是去 邵阳买了个车嘛 还好我记得是电单的 六个小时 没到处跑 这是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所以居家隔离做核酸就可以了 邵阳现在不是疯了嘛 所以熊熊也一周读不了书 然后跟着我一起做三次核酸 要复杂她写作业 这一周真的是各种问题 各种事情 朋友们那个鸡也别着急 反正明天发IP 后天发IP 肯定会给大家发走 给我多一点时间 这也没办法 昨天收集都没下雨 今天是要起来下大雨 大家也理解一下 好了朋友们 明天再见吧 拜拜 还去警察熊熊的作业 我想要上一次我不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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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